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投资 大盘是目前高姿态的整理 那既然是强势多方格局 有些来当然还是要站在买方 就如同上礼拜三 台股一根藏黑跌了140点 我说还是要布局 因为整一个台股呢 你看一下 它能把这根藏黑 英国公投之后 这根重挫黑鸡棒吃掉 你就知道 这个盘已经转强了 所以你不要激望说 这个盘会回挡 来到这根的低点让你买 没有了 它真的回不去了 所以在目前的现况 既然是如此的一个多方 如此的一个强势 你赚钱的机会是越来越大 等于说操作难度降低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因为肋骨会轮动轮涨 踩对这样的节奏 你赚利润一定比别人家更丰厚 所以你看一下 这礼拜 以及到昨天礼拜三 只要我们进去的一个多单 几乎都现买现工掌停 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态度 以及操作的一个绩效 所以盘就是因为如此强 我才有办法达到如此的一个境界 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健康 轮动的一个强势多方 所带给你的是 一档一档的波段行情 丰态 礼拜 我说第二季比第一季好的 这是已知的事实 那重点是下半年 它会比上半年好 未来基本面讲给你听 股票是不是在低档 很多朋友担心 现在盘8700 8800了 涨那么多了 是不是没有股票可以买了 如果像丰态 积极低 业绩涨望加的 我率先带会员做卡位 我帮你挑股票 1000多档股票 你要去选基本面强的 股票在低档的 对你来讲 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我帮你节省时间 背后的研究团队协助我 我帮你找标股 所以整个风态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的业绩事实 我告诉你 你礼拜盘中就敢跟我买 因为就一个技术形态 这要双底 站上颈线 发动了 跟我买 因为股价开始反映下半年业绩 礼拜一的风态 11点51分 告诉会员 大抵完成 143附近买进 基本面的一个原因 我们会在盘中 给予我们会员最好的一个资讯 买股票要有理由 你才买得安心 你才敢中压 我选的股票 党党都符合巴贝特 价钱投资的概念 所以 不是机油股 我不会带你买啊 礼拜 11点5 11分 143买 当作交易是143 你去对时对价 我就买在143啦 买完之后当天小赚 亮灯 16.5 我不会在一档股票 涨停板之后 告诉你 最低点 都是我们买的 这种事情 我做不出来啦 因为会员 也在看我的节目 来跟我对时对价啊 是不是 所以143买完之后 当天小赚 礼拜二 变大赚 涨了9.9%嘛 差一块 工赚底嘛 礼拜三继续赚 又涨了7.5%嘛 所以整个风态呢 就从礼拜 143的买点 你看到 是连涨三天 强势多方 但昨天已经来到 146.5嘛 我短线不要乱追 我最可爱的观众 我知道你喜欢 锁定我的节目 对 喜欢看我的节目 买我的股票 我了解你们的心态 只是说 一档股票 大涨了三天之后 我告诉你 不要乱追啊 因为你追上去了 短线套牢 你会有受伤的感觉啊 比米一样一股票 我礼拜买 到今天礼拜四 我当然贪钱啊 但如果礼拜 你没有行动 礼拜二又看到他 插一档工掌停 又不敢下手 礼拜三 你也没有心动 你也没有稍微手痒了 对 所以我提醒你 短线上不要乱追啊 追了你就会套啊 是不是 所以我既然 这样跟你分析 该四度减码 我就会做迈出的一个动作 今天9点04分 丰态连涨四天 163附近先出一趟 9点04分 丰态股价几块钱 163.5 你是一对是对价 163保证一定成交 一定卖得掉啊 这边都163164 不对 改一下 来 看这边啊 看电脑 9910的丰态 来 这边是都163 164 没有错吧 这是我们早盘提供给 FIN的卖点啊 对 至少我们对电视机的观众 该提醒你 我昨天率先提醒你啊 不是今天 嗯 跌下来的 我才告诉你 今天不要去追啊 昨天 连涨三天的风态 我已经很明白告诉你 自己不要去乱追啊 我今天做剪码 卖在163啊 没有错吧 这个卖点 不错啦 卖完之后股价 今天最低158 昨天提醒 对同学来讲 是不是很重要 你昨天看我节目 你今天应该不会去追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 等待下来 觉得他的一个 不管是量 或是筹码 符合我承接的要件同时 我自然会做低阶的动作 所以这一趟 如果你没赚到 没有关系 当然还有机会 多头行情 它会轮动轮涨啊 风态不可能每天涨嘛 回档的时候 什么家会可以接回 你敢知道 自己把握一下吧 所以今天这个风态 卖在163 10张是不是20万 同学 1234耶 四个交易日 20万落袋 美不美好 就是因为大盘 有这样的多方格局 我才有办法赚到 这样的一个境界啦 恭喜财 感谢大盘啦 能赚尽量赚啊 难道要等到大盘 又开始弱势整理了 好像又不太会动了 你才要求清朗老师 你帮我操作一档股票 看能不能四天赚20万的 当大盘比较弱 操作难度升高 赚钱的获利几率 就会降低嘛 那现在这个盘 好不好赚 你看我的一个操作 力都知道嘛 从礼拜 143 这个买点 到今天 礼拜是163 这个卖点 这样一买一卖 所创造利润 一张20块啊 没有错吧 讯息 不管是买进了 还是卖出了 我都跟你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成交 这是会员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所以 买个10张 同样应该不过分嘛 你应该买得起啊 一张14万3 买个10张 花你143万啊 但是可以赚20万啊 我不会夸张 我的膝下 告诉你 如果你买个100张 你就可以赚到200万 毕竟 能买100张的会员 是少数嘛 我们要给 同样是一个 普遍的观念 大家买得起的一个价位 买得起的一个张数 那就等于是 你一个操作期下嘛 如果这一趟你有根啊 从143到今天163啊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嘛 所以 怎么带进的 怎么带出的 清楚做交代 当它下来 该接回 我这样会做接回 所以呢 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不是每天只进不出 不是每天设备标 那不好嘛 你的资金有限嘛 一定要卖掉旧的 才可以进心的嘛 就像昨天翔索 我一样拔档啊 昨天7月13号 礼拜三嘛 160 卖翔索 三趟 多安全获利下车 前面两趟的操作 老观众应该很清楚啊 是不是 第一趟 第二趟 第二趟 第二趟的卖点 6月22号 163 趁利多获利卖出 卖在相对高点 卖完之后 股价是会回档修正 跌了五天 你又开始担心害怕了 我看到止跌讯号 所以 明明赶索一支高票 如果你看吧 操作时候都不一样 结果当然不一样啊 我是高出低进 163 出 跌下来 只跌了 接 接在151啊 6月28号啊 昨天VCI给你放过了嘛 第一档会买 昨天有没有冲高 就从这个151嘛 来到昨天的高点 几块钱 最高163 我卖160啊 这一段 我又赚到了 礼拜三的一个降索 前波高没办法越过嘛 如果会过 我就不会卖啊 我看到现象 我看到筹码 我看到量价 不会过 昨天礼拜三 降索 160 附近卖出 你自己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成交 卖完之后 昨天是不是回档 来到157.5 今天降索 好像也不太会动了 也不太会动了 等待他压回 只要他的一个时间波 或是空间波 修正满足点了 该结尾我自然会做结尾 前面三趟我都赚钱 同样应该给我一个点掌声鼓励鼓励吧 所以从我实施不二价以来 我给会员承诺就是最好绩效 亲爱的观众 不二价就是不二价 你不用再打电话进来说 靳东老师 你有没有优惠 你有没有很长的会期 这个问题 不应该在本节目之后的 入会电话产生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我既然下了这个承诺 我就尽量尽我所能 带给会员最好绩效 否则我没有资格谈不二价 不二价就是公定的价格 不管你什么时间参加我的会员 价格都一样 都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这边没有所谓 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也没有很长的会期 我不需要用这个来吸引你的目光 我要的是展示我的诚意 展现我的绩效啊 那不是这样 谁会在一档股票 你掰风带可以买 一四站带你买 公开让你知道 今天一六三把档啊 光是天啊 买个十张 二十万 难道这样的绩效 没有比你所付出的一个费费 要高很多吗 有绩效代表一切 没有绩效 任何的优惠 都是假象 希望同名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好不好 所以呢 操纵上来不要 不是啦 风带上来不要追 昨天那个操纵第一天往上攻 当然可以进场啊 是不是 一档股票如果发动了 多头行情我定卡位 那卡位完之后 如果上去之后有回档 新会员 我会带你低接 不要急躁 对操纵的后事 等一下会跟你追踪 礼拜三的一个操纵 我说六月营收成长15% 第二季 营收新高 第三季 又是旺季 对 我们看到旺季 现在七月份 进入旺季 三角形收链形态突破 现买现攻掌停啊 看到这种量要买啊 看到这道支撑 要买啊 同样 只说如果你在这道支撑 不管是五月份买 六月份买 当然都对啊 只说你在五月份买的时候 这样上上下下 你会被洗掉啊 六月份也是一样 上去又下来 你可能被洗掉嘛 但礼拜三看到 它突破了 买下去了 那个效用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现买现赚 现攻掌停啊 所以整个操纵 礼拜三 买了几块钱 买在一三六 你去对时对价 我就买在一三六啊 买了之后 昨天是不是亮灯 大概赚半根嘛 现在买现攻掌停嘛 今天操纵 好像就不太动了哦 不太动了之后 接下来它会怎么走 如果第三季 是旺季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基本面没有疑虑 还是成长的 股价 如果有下来 要会低阶 亲爱的同意哦 行情的一个多头 的一个盘式 它所给你的是 一档股票有回档 来到短信之声就要进场 如果在礼拜三 那个发动的位置没有买 同意哦 如果下来你要低阶哦 这叫第二个买点啦 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个位置如果来了 我会带新贵 你再度的上车 我先给你做预告 所以我根本不会害怕操纵 今天的回档 或是明天的回档 回档下来 再度的上车啊 减便宜 或者止机又到了嘛 就像大盘嘛 8877耶 在创今年年度的新高耶 创新高 什么时候回档 不用去猜 既然是多方式 跌下来看支撑 不要怕跌 光是六月份到今天的行情 大跌大跌大跌 你去买股票都很安全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类似一个 晚行底的一个架构吗 所以操纵 明后天如果下来 想要跟我们低阶的 请你跟上来 就像力寝也是一样啊 礼拜二这根中长 突破是一个买点啊 那如果礼拜二没有买 当他有下来回撤之声呢 要会低阶 我们给你分析相当清楚 只是说 当一档股票真的下来了 当下 你怎么看嘛 或许 你是戳在等 我等你买 为什么 看到一档股票跌 或是大盘重挫 你会觉得 高票跟他跌停板了 那不可以买 如果你知道 他那个筹码量价 所呈现的支撑价位在哪里 你就敢跟我买 所以整个力寝的一个架构 今天度 有操作过这一段 2月22号最高206 我当初卖在204 我卖在204 2月22号就这一天嘛 卖掉 赚这一段 那这一段赚完之后 下来修正 最低达到111 股价打对者 这一段我都没有承接 如果这一段 但我有承接过一次 我负所有责任 而且下台预计工 那当然我没有买在最低点111 或许同朋友会觉得很可惜 但是就一个实物的操作 什么是一个安全的进场点 而不是乱摸底的一个探底点 这边都没有止跌讯号啊 而且当时候他下来的时候 基本面我是有疑虑的啦 所以我那时候 我当然不会承接啊 现在 往上 做 电高 对 支撑电高嘛 礼拜二 形态转强 当然可以介入啊 买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对于会员来讲 风险比较低啊 而不是他 回档修正 回档修正 拼命的接 拼命的接 难道要接到最低点 说最低点是他们买的吗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啊 因为我说过 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整个疫情 从204买完之后 卖完之后 股价回档 礼拜二最低143啊 收盘156嘛 差了50块钱啊 可不可以接 可不可以接 当然是OK的啊 对 那礼拜二接完之后 这两天好像没什么动 那没什么动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洗下来呢 我为什么要跟你做预告 我不希望行情来了 机会来了 你再度的一个丧失 第一天发动没有买 真的没关系 如果回撤之称 记得跟我站在买方 这是我们对你的一个邀请函啊 所以这个盘不会太难 轮动轮掌的一个健康性的结构 你赚的机会真的更大 需要帮忙的地方 跟我们连络掌 就这样 再回到这边一个现场 头痛 请用预分出 吹记听 请用记听 五分钟 五分钟 好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哦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 22781-0909-2009-2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例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带店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欢迎来到节目的现场 享受的一个操作 这三趟都安全的获利下车 自行的操作也是一样 这场升级鼓其实是我的一个最爱 我每次带会人进去 每次都带他们安全的获利下车 没有一次有例外的 去打听一下 前一波段的操作 这边大概赚了四十块钱 五月十九号高档二三九停力卖出 高点我会卖啊 你看跌了一个多月我才接回 你看我等了多久啊 所以操作的一个节奏性 有时候买点不用太急躁 如果太急躁 你有时候会因小失大 比如说这边二三九有卖嘛 卖完之后跌下来 差了十几块钱做承接 结果不带动又下来 那你不是买在一个半三腰吗 那接下来你怎么操作 不是难度对你来讲又提高了吗 因为你已经套在上面了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节奏 五月十九号卖志勤 来到六月二十八号 过了一个月 我要看到止迭信号我才会承接啊 就是这样啊 这是所谓的一个探底线啊 技术层面的一个分析 因为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我开技术班 等我的一个操盘心罚这本书 再版印刷出来 我自然会邀请你们来上课 杀恩物照 所以技术层面的一个分析 对我来讲不会太难 因为操盘的实务经验 所带给会人的是低风险啊 因为我每天都在精进自己一个实力 我每天都在修正自己啊 我只要有做错的地方 我一定去检讨 如何降低会有你的失误嘛 提高他们一个胜算嘛 所以事情高档有卖 等了一个多月啊 从五月十九号等到六月十八号止跌啊 我才做接回 接回位置有动吗 六月十八号 八天止跌 二十六附近接回 来到二十六 股价止跌不太动 我做承接啊 避开这一段的风险吗 那为什么要做接回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我说宜藏海新亚全力金 换算一下报酬率八十八倍 一直都没有改变 而且它的全力金是越拿越多 越拿越多啊 你看一下 去年度 光是在台湾跟美国啊 这两个国家上市许可之后 拿到的授权金高达二点六六五亿美金 相当于八十亿的台币 八十亿哦 至今的股本才十亿 可以创造出八个股本 这你看到的一个数字啊 不是庆红老师评工杜撰啊 对 这是你看到的一个真实数字哦 八十亿啊 那全力金会不会越拿越多 会不会越拿越多 目前市场规模是 一丈的一个新要 大概有十亿美金 我觉得不止啊 所以他才会说以上嘛 光第一季在美国呢 销售量就达到一千一百万美金哦 第一季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美国台湾以及今年度 韩国都已经开始在上市 销售自行的一丈来新要 那你觉得呢 这个新要的一个拓展率 是不是越来越普及 那既然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之下 他的一个全力金 就可能只有去年度的八十亿吗 那去年度既然已经八十亿了 今年度会不会更高 所以我们对志勤未来的价值 是看得非常好 所以 来到这边指叠 我敢做成绩啊 216我敢买啊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他未来的基本面嘛 比加 点点点就是好多国家嘛 所以呢股价会上去 当他上去之后回档 7月4号 来到217 跌哦 把握低接 当昨天的一个事情 几块钱 又来到217 我告诉你 现在在压缩 它随时会喷出啊 我们提供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是尽量的降低 亲爱的观众 你的投资风险 不是一档股票涨了一大波 摇旗呐喊 告诉你 三根掌停板 五根掌停板 才献给你看 那一个老师 每天 携费完 做的股票 都掌停板的 他不需要送你股票啊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啦 你都是骄骄人啊 什么是诚信实在的分析 相信本节目 所呈现的风格 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所以志勤 昨天礼拜三 又是217 我告诉你随时会喷出啊 两次都是217的位置 告诉你要低接 告诉你会喷出 今天志勤呢 涨了五块钱 我说意识到了 虽然没有喷出啊 意识到了 庆隆老师展现的成语 也到了啦 216 217 都告诉你是一个买点啊 今天224 这是你要注重 一位分析师的一个价值所在 好不好 那另外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认为他的基本面 非常的棒 宜特 六月印收 创价率也新高 而且年成长率高达39%啦 宜特是做电子检测的 那因为下半年 不管是物联网的检测 还是车用电子的检测 会让他的业绩 继续的往上走高 所以股价呢 类似打一个晚行底 尽量出来 他只要过前波高 13 1.5 这个高点 我认为接下来他的走势 就会很精彩 就用台股嘛 他既然能越过 三月份的高点 再往上走高 配合美国股市 一样往上走高 你认为 接下来行情大不大 既然是愈小不易 健康的轮动 轮涨的一个架构 所带给你利润 会相当的丰厚 因为会越来越好赚 我希望难得台股展示 这样一个多方盘 能赚 尽量跟我一起来赚 新龙老师 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赚取 价值营投资概念的 波段式的股票 有任何需要问题 帮忙的地方 欢迎打电话进来 明明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请你去听 请你去听 无分之 无分之 不好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明儿 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